足球的四周放了几个窜天猴,接下来点燃上面的窜天猴 足球慢慢的旋转了起来,并且向四周甩出了许多火星 当然这并不足以让足球飞到天上去,窜天猴却是有一定的推力 接下来又准备了一张报纸,把报纸的四个角给捏在了一起 然后点燃报纸慢慢的燃烧了起来,没想到这张报纸竟然飞了起来 普通的纸在燃烧的时候很难飞起来,仅仅让一张纸飞起来还不是很过意 这一次把汽车给开了出来,又在旁边放了一个热气球 不停的对着气球加热,慢慢的气球就鼓了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汽车也飘了起来,此时汽车也飘得越来越高 而接下来的实验就感觉有一些味道了 准备了一个马桶,打算让马桶也飞到天上去 在马桶的两边装了一对翅膀,感觉就是完全按照飞机的模样来安装的 只不过中间的马桶看起来确实是太大了 马桶在地上慢慢的滑行,没想到还真飞了起来 第一次实验并不是很成功,又做了一番改造 这一次确实飞得非常的高 难道老外真想让马桶在空中自由飞翔吗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马桶直接落到地上摔碎了 当然这种实验还是非常的危险大家 可千万不要模仿啊